这个题目就给了两大条件 第一个就是a加b加c加一起等于0 第二个就是a乘以b乘以c等于8 然后就要我们讨论一下a分之1加b分之1加c分之1的这个代数式 究竟是正数负数还是等于0 首先我们拿出来讨论的就是当然是这个代数式 1 over a加1 over b加1 over c 可以等于什么呢 第一时间先把它通过分 abc出来的就是bc加ac加ab 然后这条式由于abc等于8的关系 就可以直接代入8 上面这些照抄bc加ac加ab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之后要怎样讨论 究竟它是正数负数还是等于0 由于它这个分母等于8 那么变造呢 上面这一块东西 它take什么符号呢 就有关重要了 如果上面这一块东西等于0的话 那不用计了 整个东西就已经等于0 如果上面那一块东西 即这个分子的部分 是正数的话 那整个东西就变成正数 这个负数的话 就整个变成负数 那然后这一块东西是怎样出来的呢 那又是由这一块出发了 那大家看到这个form 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了 它们两两双成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从它的平方那里入手 A加B加C 那整个东西的平方呢 就等于A加B的平方 再加C的平方 再加2乘以 这一块东西出来了 A加B加C 再加C A 是这样的东西 那然后呢 由于这一个东西 就是首先 拿出所有平方的平方 先说吧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加C的平方 它会等于什么数呢 那由于 A B C 那它全部 首先说说平方 平方这个数字 它可以 剔的数 要是 大过0 要是等于0 那只有两种可能性 那加在一起 都是这样说的 然后呢 它什么时候才会剔 就是 A B C 它们三个数全部 都是等于0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加C的平方 就是等于0 那但是 这个情况会不会发生呢 那就不会的 由于如果 A B C 其中一个等于0的话 那A乘以B乘以C 就一定会是等于0 那但是题目 给了一个条件就是 A乘以B乘以C 是等于 某一个数 有数字 那所以 可以证明这个东西 它不是等于0 那既然这个东西 不是等于0 也就是 这个东西 一定要 一个正数 那 Positive Number 它是一个正数 那 一个正数 所以 所以 出到来的结论呢 这个东西 就是 这个东西 就 夹着一定要是负数 那 这个负数 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 是正乙 乘以 一件东西 那 这件东西 就是我们分子的部分 那 正乙乘以一个什么 会等于一个负数呢 这个一定要是负数 那 所以 出到来的结论呢 我们就会有 A B 加 B C 再加 C A 这件东西 就是小过0 那 所以 由于这样 这个分子的部分 是小过0 一个负数 over 一个8 所以出到来 都是一个负数 所以 原式 A分之1 加 B分之1 再加 C分之1 这件东西 就是小过0